美国德克萨斯州和俄克拉河马州在周末好雨成灾 创纪录的雨量导致多个城市淹水 数千栋房屋被冲毁 三人不幸丧命 至少有两千人紧急疏散 气象局预测恶劣天气还会持续 德州中部一夜之间降下超过20厘米的暴雨 布兰科河水未冲破近90年来的纪录 洪水淹没路面和车辆 在圣马克思市多达400所房屋被毁 受困居民被紧急疏散 修斯敦则遭遇龙卷风 40多栋楼房受到严重破坏 许多人无家可归 他们在帮衣袋 我们在帮衣服 我们在帮衣服务员 但是很多的组织都在帮衣服 他们在帮衣服 他们在帮衣服 有低水距离 但是社会在帮衣服 他们都失败了所有东西 他们的车 衣服 全部都失败了 这真是奇妙的 我甚至不能让它全部滑入 地方政府发出戒严令 要求居民晚间不要出门 在俄克拉荷马州 一名消防员在解救受困居民时 被大水冲走 不信尼弊